恒大新元情商报表,赛后距与老东家球衣合影,现在就排恒大球衣。 中超第十二轮比赛中,光州恒大的新元塔利斯卡,以貌似戏法加助攻的数据,完美实现了中超赛场的首秀。 赛后有球迷戏称,现在中超有了两个塔神,一个是山东路能的塔尔德利,另一个就是塔利斯卡。 据恒大随队记者微博消息表示,比赛结束的混合采访区,有球迷拿着塔利斯卡老东家贝希克塔斯的球衣,照塔利斯卡拍照合影,但被塔利斯卡拒绝。 塔利斯卡指着身上所穿的恒大球衣表示,现在拍这个。 塔利斯卡在之前曾表示,自己想要留在欧洲踢球,不想去中超进行效力,因为他当时只有23岁。 他未来的目标是走向欧洲更高级别的联赛,但已经身在中超效力的塔利斯卡,从目前的情况来看,已经开始适应这里。 高光的首秀表现也让他现在极度自信和满意,近期也有不少球迷拿着王静泽的真相系列来调侃塔利斯卡。 首秀完美的塔利斯卡,不仅帮助球队轻松获得了联赛中的三分,更在赛后受到天体球迷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声,或许连塔利斯卡也未曾想到。 虽然中国的联赛水平,相比欧洲有一定差距,但中超联赛竟拥有如此之多的球迷以及热烈的氛围。 只要他能保持良好的比赛状态与实力,除了能够在中超拿到巨额薪水外,更会收获大量来自的中国的球迷。 满足感与成就感在这个夜里完美,成就,恒大球迷感觉到了香,对于塔利斯卡甚至可以说香醉了,对于恒大来讲,最渴望实现的是今年中超联赛冠军的梦想,来完成中超巴联冠的成就。 塔利斯卡的出现,让球迷看到了期望,对于他之后的表现我们也值得期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